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本期视频我们再将一些个股和一些信息的解读 利用周末一起来看一下 虽然有些大家或许已经知道了 但相信还是有很多背后的相关联系还是值得解读的 这对于你了解整个经济状况有一些作用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昨天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9月 美国的财政年度赤字为2.77万亿美元 历史第二高 仅次于2020年的峰值3.1万亿美元 这两年的赤字直接反映了数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 用于抵消疫情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 拜登政府认为 自己做得还很不错 因为只是历史第二高 2021年的赤字比2020年减少了3600亿美元 因为经济复苏增加了收入 有助于抵消政府在疫情救济工作中的支出 对比一下真的非常惊人 要知道之前的高峰是在2009年 当时是1.4万亿美元 因为美国赤巨资 使其摆脱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的严重衰退 那么到底赤字高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 这个事情其实还真不好说 传统的货币理论框架下 财政赤字是对未来税收的透支 但现代货币理论不这么认为 赤字货币化或者债务资产化 一定的债务扩张对经济反而是有利的 之前任何一次美国政府打算还钱减少债务 都会让经济倒退 但是其实还是要看规模 债务问题是短期影响 一旦超过GDP的一定比例 债务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效率会越来越低 目前美国已经有了一些这种苗头 用一计划总结说 危机的尽头是债务 债务的尽头则是通缩 野村警告 美国经济已进入了放缓阶段 这是自2018年6月以来 美国经济首次放缓 通胀高企 就业低迷 物价之高正打压着美国家庭的消费欲望 野村美国经济团队的每周实际GDP跟踪结果 也证实了这一点 该报告显示 经济增长从最高点开始减速明显 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10月Market的制造业 PMI创三月来最低 供应商交货时间创历史新低 原因是持续的供应和劳动力的限制 这对股票收益有了较大的影响 这与看涨的成长国的交易行为 形成了强烈对比 拜登最近的日子的确不太好过 他的重返更好世界基建计划 在国会被卡数月以后 已经大幅缩水 前两天 拜登来到了自己的家乡斯克兰顿发表演讲 回忆童年时光 同时推销基建计划和社会福利预算案 斯克兰顿是拜登的出生地 拜登在十岁之前一直居住于此 儿时爷爷告诉他 金钱不能决定人的价值 我们要人人平等 共同享有财富 拜登告诉在场的民众 美国在基础设施上曾是世界第一 如今仅仅排名世界第13位 在儿童教育上被欧洲金河组织排倒数第三位 在高等教育上 美国获得高中以上学位的年轻人占比 在发达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 当然大学还是世界一流的 总之 拜登推销的十分卖力 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大堆 不过进展并不顺利 美国媒体表示 留给拜登的时间不多了 大多数情况下 拜登一直充当妥协者的角色 这一次也不例外 拜登周五首度承认 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支持大幅加税 拜登抱贬说 我认为我们无法获得投票 50名民主党人 每个人都是总统 对于计划规模 民主党内部存在难以弥合的风起 之前高盛已经两次下调预测规模 2.5万亿 2万亿美元 但现在似乎还是不行 拜登称 税收计划的金额可以再妥协 可以接受新税收和支出提案 缩减至1.75万亿到1.9万亿美元 此前拜登提出的数额为2万亿美元 再之前是3.5万亿美元 几乎已经打了对折 据悉 气候变化和教育方面的支出有所减少 免学费社区大学或许会被取消 儿童税收抵免可能只会延长一年 提供带兴探亲价的规定 已从12周减少到只有4周 虽然最终数字还没有最终确定 但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民主党参议员乔曼清的1.5万亿美元 不过进步人士的理想数字是3.5万亿美元 对于环保活动家 一名倡导者以及其他拜登支持者来说 拜登的这一表态可能意味着他们的许多诉求将被放弃 这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愤怒和沮丧 许多之前的拜登支持者认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代表着拜登正在背弃他的气候承诺 同时这一次闹腾 乔曼清一下子成为了政坛乡伯 此前一直尚未公开反对的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西内玛 开始也前往白宫和拜登进行了会谈 不知道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乔曼清 这位议员同样持续反对增税 据报道 民主党可能会放弃提高富人 企业或资本收益税率的计划 这可能会使如何支付已经缩减的和解支出计划进一步复杂化 民主党目前必须理顺自己的内部问题 他们需要所有50名成员就相同的税收和支出计划达成一致 当然 目前还不清楚最终的包装是什么 其他报道称 一些加税仍在讨论中 拜登的妥协 缩减 缩减 再缩减 党派之争不知何时了 但降低加税预期 这个对于股市总体也是偏利好 作为股民呢 挺好 美国白宫公布为5岁至11岁儿童 接种新冠疫苗所制定的计划 白宫称 拜登政府目前已获得足够的新冠疫苗供应 一旦监管机构授权 将立即开始推广接种 并将于11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儿童新冠疫苗接种站 疫苗的数量可为约2800万名 5岁至11岁的儿童提供接种服务 儿童的剂量是常规剂量的三分之一 白宫认为 让12岁以下的儿童获得免疫 是结束新冠大流行的关键一步 这有助于进一步降低病毒传播 不仅如此 如果儿童获得免疫力 他们的在职父母就可以重返办公室 甚至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这也是拜登竞选总统时的承诺 可以挽救拜登灾难性的支持率 2022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 明年共和党人只需要在参议院翻转议席 就可以让拜登成为类似奥巴马第二任期一样的跛脚总统 而且目前来看 真的概率比较大了 医药 疫苗股我们说过多次了 之前给出的估值价格 现在来看基本是合理的 如果股市出现回调 部分资金会进入医药股进行避险 所以目前继续持有 下面来看一些科技巨头的消息 文件显示 欧盟为打击谷歌和Facebook等大型科技公司 而制定的两部新法规出现延迟 要获得各方批准还需更多时 两部新法分别是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的草案 这是欧盟近20年来 在数字领域的首次重大立法 草案规定 如果企业违反 可能面临高达其年营收10%的罚款 甚至是分拆 最初欧盟成员国计划在2022年春季之前 就上述法案达成一致 这一目标开始变得更加含糊 各成员国开始有争议 这是典型的欧盟 根本就是一盘散沙 即使这两部法案被欧盟委员会 各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 真正完成立法也需要数年时间 还可以上诉扯皮 每个国家自己单干 或许成功率还会高一些 例如 英国昨天对Facebook开出了5050万英镑的法单 当然这里只是举例 英国已经离开了欧盟 总之对于科技巨头是利好 另外 美国或许将一些国家就取消数字服务税达成共识 这里的时间关注点是10月30至10月31日 与罗马举行的20国峰会 考虑到许多大型科技公司 主要来自于美国 例如脸书 谷歌以及苹果 美国政府认为 数位税制对于美企来说并不公平 对此 美国延后实施对法国 英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奥地利 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家的进口关税 这是美国的谈判筹码 目前 美国暂停课证这些国家的关税期限 即将在11月下旬到期 如果谈判成功 那么当然对科技巨头也是利好 关于下周的G20会议 这里多说一句 有消息透露 G20各国在逐步淘汰煤炭 和控制全球变暖 在1.5摄氏度以内的问题上 仍存在分歧 似乎会放弃短期淘汰煤炭目标 转而退而求其次 仅仅呼吁停止对煤炭项目的国际融资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说明G20那边已经悄悄降低了减排目标 希望这是能源危机下一时的权益之计 如果是政策的中期转向 那么一旦全球减排目标降到 对于光伏 风电 电动车等新能源就是利空了 个人感觉这次消息有点不靠谱 有随便放烟雾弹的成分 我们回到科技巨头 即使欧洲方面消停了 美国自己却继续施压 美国消费者监管机构将询问 包括Facebook 亚马逊和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 如何处理消费者金融数据 这是民主党人士乔普拉出任局长后的第一把火 他上个月才刚刚获得参院批准出任局长 之前他个人经常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强硬的态度 这次又可以彰显这位局长大人的无与伦比的个人能力 看来这些科技巨头的游说还需要增加 目前平均一个议员的身边有三个税客 花费最多的科技巨头大家肯定能猜得到 当然是Facebook 我们看了一下最新数据 文件显示 在今年第三季度 Facebook已经支出超510万美元用于游说 比上季度增加了6.7% 之后的排名是亚马逊 微软 谷歌等其他科技巨头 亚马逊第三季度花费了470万美元 谷歌和微软都花费了260万美元 不过看来还是不够啊 要知道 Facebook公司在2020年花了2300万美元 用于扎克伯格的安保 另外1000万美元用于支付家庭额外的安保设备和人员费用 希望可以不能光盯着议员们 前面说的局长大人乔普拉今年才38岁 是民主党籍马萨尔驻塞州参议员沃伦的得力助手 这些重要的党派委员也不能忽视 关于Facebook的个股情况 在下期视频我们会做分析 最后是一个旧文 美联储宣布限制高级官员交易的新规则 新的交易限制规定 禁止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和高级官员购买股票 持有债券或机构证券 或进入衍生品市场 具体规定还有一大堆嘛 其实和我们普通人关系不大 但这里请大家注意两点 第一个是时间 新规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正式实施 第二点 新规也将迫使包括鲍威尔在内的官员 剥离他们持有的个别债券 而我们在之前的一期节目中说过 鲍威尔拥有书家州和县政府发行的证券 还有大量的ETF 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未来几个月内 或许就是他们的出货期 按照情理来说 大佬自己的出货期会相对安全 之后就难说了 美联储方面其实最近比较平静 在11月2日至3日 可能正式宣布缩减购债的重磅 FOMC货币政策会议之前 鲍威尔发布了月内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他表示 美国正步入逐步taple的轨道 预计明年年终完成 若明年中讯看到通胀预期上升的严重风险将加息 他还称 复苏是非常不均衡的 供应限制问题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周就要迎来更多的巨头财报了 虽然有些利空 但美股依然韧性十足 但尽量封仓加上仓控吧 周末和大家随便聊聊 希望以上的信息大家不会觉得太无聊 下期视频我们重新聚焦个股 祝大家周末愉快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